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9月11日 AC出征大吉大利 周日凌晨 一甲第六轮继续进行 将由森多利亚主场迎战AC米兰 森多利亚开季状态低迷 本轮面对士气正盛的AC米兰 森多利亚主场沦陷难以避免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森多利亚近些年在一甲的表现略显平庸 以过去五个赛季为例 球队最高排名为第九位 最低则是第十五位 虽然能够做到不降班 但是想冲击欧战资格也是难上加难 今下休赛期 资金有限的森多利亚在转会市场上小打小闹 球队花费最多的一笔资金居然还是用350万欧元 沙兰利坦拿血洗更是伤透了球迷的心 更让人接受不了的是 森多利亚在这五场比赛中和共只攻破过对手两次城门 球队攻击火力极为薄弱 上仗做客挑战弱吕维罗纳 森多利亚凭借前锋法兰斯高卡普图的进球先拔头筹 可惜好景不长 短短五分钟内就被对手2比1反超 士气备受打击的森多利亚最终也无力翻盘 在这样的对手身上都无法抢的分数 本轮与豪门AC米兰过招 森多利亚看不到丝毫取分的希望 不得不提的是 过去三次坐镇马拉西球场迎战AC米兰 森多利亚全部以失利告终 并且在这三仗中球队半场都是输0比1 AC米兰上季冲突失去已久的联赛桂冠 球队上下多方面都得到提升 这也能从经济开局阶段的表现中可见一般 前五轮一甲 AC米兰不单直录得三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并且在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 更是焕然一新 新球季首轮 AC米兰开场仅二分钟就失波 但最终结果是4比2大胜乌电尼斯 次轮对阵阿特兰大 球队同样是在处于落后的情况下 最终下半场追和比分成功全身而退 上轮与国米的同城打比 AC米兰再一次在先失波的情况下 踢得不慌不忙 凭借拉菲尔利亚奥的梅开二度和 奥利维亚基奥特的建功 以3比2逆转战胜国米赢得关键打比战的胜利 上账欧关联作客挑战萨尔斯铺 同样先失波后追合的剧本再一次上演 正所谓没有遇到挫折 永远不会懂得自己的力量有多大 如今球迷们都已清楚看到AC米兰的强大 值得一提的是 上账与萨尔斯堡一亿 AC米兰的控球率达到651% 这是自2003-04赛季数据网站upd有该项统计以来 球队在欧关联赛场控球率最高的比赛 另外 当选米兰打比MVP的拉菲尔利亚奥上账为 攻破萨尔斯铺城门的阿利斯沙利麦卡斯 送出精妙助攻 而AC米兰各项赛师近6个进球全部由 拉菲尔利亚奥的直接参与 共计打进3球 并有3次助攻 这位葡萄牙前锋金仗的表现绝对值得期待 阵容方面 后卫阿利星杜费奥伦斯和前锋 萨拉坦一八千莫玉等人扭伤在身不能随对出征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